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快樂樂的享受陽光 對…很好… 成立你掃臉 然後怎麼辦 我沒有力氣啊 不要再撐太久 撐太久都沒力了 已經沒力了 左腳上…對 對…摸 因此雖然是挑戰難度頗高的5.8級 但教練們也特別換個教法 真的會讓人痛苦與快樂並存 小高今天可以放得住我 我的腿很短 其實我教這個沒有問題 我已經劈腿了 你要站起來 PO住之後 人站起來 一路向上終於攀頂 跟室內比起來 當然天然的最厚 有沒有看到海啊 有沒有看到船啊 風水很漂亮 彎彎山當然不會錯過水 對於很多人來說 碩溪好像同樣是個難度大挑戰 而且還沒有開始平衡 因為石頭是鬆的喔 想吃 平衡喔 其實對於懂得帶路的專業教練來說 碩溪絕對不是一成不變 刺激的當然要有 好累喔 但是也要把慢活的概念放進來 好舒服喔 摘菜的玩家都能享受到 許多好玩的樂趣 我們前面這一小段 十分鐘的路程是人工的排水溝 後面就是我們整個 完全天然的環境 你覺得說真的冷泉啊 真的喔 它是冰冰的 所以真的要冷泉 的確像教練阿琪完成過 不下三四十條的溯溪 但是有冷泉的地方就非常少 到現在為止 在北台灣 它也只發現不到五條而已 而且很多人 就算走在同一個地方 往往為了快速 衝到所謂最美的景點 反而忽略了這些 會讓人驚豔的小確幸 放滿腳步 找一群朋友 一起來燙山與水的Party 你絕對可以找到更多樂趣